现在开始录制我们的自行车安装视频 我们说到呢 首先第一个先安装辅助轮 需要把这一边的这个扣片拿掉 然后我们把这边螺丝也拧掉 然后我们会发现这个卡片呢 它是有一部分是多出来的 多出来这个呢 需要放进车架 对一边一个 这边的话需要朝里 然后把辅助轮放进去 再然后就是我们的后车架 需要摆一下 这个摆一下 然后把这呢 先放进去 然后这个螺丝呢 这个时候呢 我们不用太用力去拧这个螺丝 因为后期辅助轮 我们还需要再简单的调试一下 就现在简单固定一下 这个车子就不会倒了 然后是我们的挡泥板 这个长一点的呢 这个挡泥板就是我们的后挡泥板 它也比较粗壮 这个就是后挡泥板 从这个螺丝穿过 然后这个螺丝 这个螺丝拧紧就行 在这里呢 我就简单演示一下 不就不不拧得太紧了就 简单演示一下 不用拧太紧 先这样吧 然后这个挡泥板 如果就是说角度有问题的话 咱们可以来回的压一下 调整一下 行 咱们先这样 然后把这个后车座放下来 螺丝穿过 另外一边也是一样 然后安装我们的前轮 安装前轮之前呢 先把这个前车需要旋转一下 对 旋转到前面 旋转到前面之后呢 我们把前轮两边的螺丝松开一点 两边的螺丝 我这个没有拿掉 像您收到的话 尽量去拿掉这个螺母 拿到螺母的话 操作会更好操作一点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说两边这个扣片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扣片 然后这有一个孔 把这个扣片放进这个孔里边 然后螺丝拧紧 另外一边也是一样的 我这里边就用手拧一下就行了 您到时候用扳手把这个直径拧紧就行 下面呢 来安装我们这个车头 车头呢 我们收到之后呢 它这个下边是个斜行调写块 然后这个管子是斜的 然后我们呢 我们需要把它对齐 放进车身 刚才那一段擦了啊 那个弄错了 我们需要把这个东西先套上去 然后放进车身 放进车身之后呢 拿起我们的内溜角扳手 把这个螺丝拧紧就行 如果您拧紧之后呢 这个车头还是来回动 再联系我们客服 是因为没有安装好的原因 然后这儿拧紧之后呢 这个地方我们一定要用扳手再紧一下 不然车头就会不受控制 另外一边这个螺丝在这边 下面来安装我们的车座 细的这头直接插进这个车座 如果您那个车座呢 它不容易插进去呢 就把这两边的螺丝 再松一点 它就能插进去了 因为我这个是安装过的 所以它这个位置比较松 插进去之后呢 我们就放进车身 然后看一下车座的角度 另外呢 值得讲一下的 就是我们的这个车座 这个固定车管这个位置 我们在拧的时候呢 一定把这个掰过去 把它拧紧 这样旋转它 把它拧紧 再扣过来 这样我们的车座才是最紧的 如果您是朝那个方向去 如果您是按照这个方向来旋转的话 那个是不行的 下面来安装我们的脚踏 我们需要看一下 L是左边 R是右边 然后我们开始安装 我们开始安装 左边呢 直接安装 左边呢 它的安装呢 我们旋转的方向呢 冲着车头那个方向旋转 因为这个脚踏这个丝呢 它是比较精密的 可能就是说在您安装的过程中 可能不是太特别好认扣 所以您这个时候 一定要耐心 现在这个R呢 是我们的右边 同样的 它也是向着车头的方向去旋转 扔上车扣之后呢 就用扳手去拧紧它就行 下面来安装我们的车灯 你先那个 咱们把车灯那个拆开 打开一下 因为我们这个车灯需要装电池的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卡扣 把它扣开 然后这里是装五号电池装三节 七号电池 这是七号的吗 七号电池 然后开始安装 把前刹车这个螺丝松掉 然后把车灯的这个孔 用前刹车穿过 穿过车身 穿过车身之后呢 需要我们把我们的螺丝拧紧 螺丝拧紧的时候呢 拧紧之后呢 然后咱们再调节这个车灯的位置 现在就车灯已经安装好了 角度呢 也可以上下去调整 然后我们开始安装刹车线 前刹车呢 您这个线是拽不出来的 您需要把这颗螺丝松一点 这个刹车线就可以拽出来 松完之后 可以看到吧 明显可以拽出来 拽出来这个头呢 我们需要安装进这个刹车把手 刹车把手呢 咱们可以看到 这有一个凹槽 从凹槽穿过去呢 这个螺丝呢 可以看到它来回旋转的 会在一条线上穿过去 然后错开就行 然后是我们的后刹车 后刹车呢 直接去拽这个前头 它就出来了 同样的步骤 从这个凹槽穿过 然后把这个螺丝呢 旋转和这个缺口 在一条线上 穿过去 然后把这个一定要放进去 下面来调整我们的刹车 首先是前刹车 需要把这个刹车片 螺丝松一点 旋转90度 让它贴近轮胎 然后把螺丝 把这个地方的螺丝再拧紧 另外一边也是同样的 然后就是我们的调整刹车 把刹车调整紧 手呢 从下面穿过去 用力捏紧 然后用力的往外拽这个刹车线 然后呢 把螺丝拧紧 松开状态 就可以看到咱们的刹车 可以看到 非常的紧实 然后调整我们的后刹车 现在后刹车调整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 把这个车放到 然后也是一样的 需要先把摊环套在这个上面 需要把摊环套进去 套进去之后呢 然后用力的往这儿勾住 然后往外拽一下刹车线 在这个过程中千万不要松开 然后去拧紧这颗螺丝 用搬手把它固定紧 然后安装我们的前挡泥板 安装前挡泥板呢 把这个还是把刹车螺丝 稍微松开 把这个螺子螺母拿掉 螺母拿掉之后呢 把前挡泥板从这里穿过去 然后再把螺丝拧紧就行 在这个最后固定的这一次呢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车灯 还有前刹车这个距离弄好它 不然的话您拧紧之后呢 它会发现车灯 要不是车灯歪了 要不是刹车没有固定 固定的举中 然后呢最后我们需要把 火珠轮也拧紧 然后咱们这个安装视频 就到此结束了 如果后期您还是有什么问题 可以随时联系我们客服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